今天我们开始讲第二十章 所谓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 那么这一张内容在整个宏观经济学当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们开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在一开始讲宏观经济学的导论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提到过 我们说大致的我们可以把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来看成是研究经济的整体行为 那么和微观经济学相比 大家之前学过的微观经济学可以大致看成是研究个体的 对吧 包括这个比如说包括代表性的这个厂商 代表性的这个消费者 研究个体的这种典型的这个经济行为 所以你为什么说呢 可以把这个宏观经济学开始研究经济的整体 而这个微观经济学开始研究经济的这个个体 那么这一张我们所要讲的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们就有这样一种认识 就有这样一种认识 当然我们首先提醒这样一种认识 并不是得到所有的经济学家的这个认同的 我们说很多经济学有这样一种认识 就是宏观经济学的这个整体行为 它应该是和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这个个体行为有关系的 换句话说 我们会认为宏观经济学的整体行为 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可以通过 宏观经济学的这个个体行为的这个家种来得到 那么尽管在一开始 我们讲宏观经济学就跟大家说到过 家种这个问题呢 是宏观经济学里面的一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那么现在也没有获得这种完全的这个最终的这个解决 但是呢 我们说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应该认为整体的行为和个体的行为 宏观的行为应该和微观的行为之间是有关系的 尽管我们说这个宏观的行为 并不一定是微观行为 个体行为的简单的这个家种 并不一定是简单的这个家种 但是呢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这个认识 所以就出现了我们说 宏观经济学的一些典型的这些结论 一些典型的这个模型 那么是否 是否应该具有一定的 严格的这个微观的这个基础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张要讨论的这样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 那么在这一张当中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 包括这样几个方向 这样几个方向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三个主题 消费投资与这个货币需求 实际上都是之前 我们够到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时候 已经讨论过的一些主题 比如说消费和投资 对吧 消费和投资 那我们在第13章 构造最基本的 金融收费模型的时候 就已经讨论过了 这两个部分是作为 我们所讲的总支出 或者说总需求的 两个重要的这个部分的 那么后来我们讲到 这个宏观经济学政策分析的时候 那么也从这个 也从这个货币政策的角度 谈了一下这个货币的这样一个角色 货币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这三个主题 这三个主题 实际上都是之前 我们构造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时候 已经讨论过的这个主题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是要对这些 所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主题呢 赋予它一些更丰富的 或者说严格一些的这个微观基础 那么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内容 可能比如说我们讲消费的时候 然后讲投资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讲的这个内容呢 可能比之前我们所讲的 这个消费和投资的内容 会更加丰富一些 更加丰富一些 也并不仅仅是我们前面讲的 比如说凯恩石一以上的那种消费函数 也不仅仅是那种简单形式的 比如说投资只仅依赖于这个 实际利率的这样一种行为 这样一种行为 对吧 我们可以谈论一下在现代火焰研究当中 那么关于消费这种主题 关于这个投资这种主题 那么最后也包括 关于这个货币的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现代火焰研究当中的研究 有一些什么新的这个认识 新的这个认识 所以这一章的这个内容呢 主要是包括这三个方面 这三个方面 当然在这一章中呢 存在的一些这种 带信号的这样一些内容 就大家对大家来说 可能存在的一些这种 选学意义上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呢 可能就稍微简略一些 简略一些 主要是帮助大家这个 对于这项一些主题呢 有一些更加丰富的这个认识 更加丰富的认识 其实这些主题的进一步 这种深入探导 要牵扯到 比如说大家以后进一步学习 高级宏观经济学 上的一些相关内容 在这个讲述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还会这个 时不时的提到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所谓宏观经济学的 微观基础的第一个主题 消费 消费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 从这个体量上来说 对吧 从这个消费的数量上来说 这个消费 在大多数的 这个国家的经济当中呢 它是构成了 这个GD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发老国家当中呢 这个消费所占的 这个GDP比例呢 要超过三分之二 超过三分之二 对吧 可能在我们国家 没有这么大 但很多发老国家 这个消费是GDP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然后它占到了 这个占比的 甚至超过了这个三分之二 所以我们关于 这个消费的研究 它自然就成为了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 这样一个主题 这样一个主题 那么之前关于消费 所以我们是怎么说的呢 在之前我们构造 前几章的 红光经济学研究模型的时候 我们是把消费 这样它可能是 原来的这个说法呢 视为这个总需求的一个 相对而言 消极的部分 只是假设它依赖于 这个当期的收入 对吧 我们稍微比如说 考虑税收的时候 可以假设这个消费 好像说是依赖于 可支配收入的 可支配收入的 那么在这种假设情况下 我们进一步假定 这个消费的边境倾向 是这个小于边境倾向的 那么这一句话 就概括了 就基本上概括了 我们之前所构造的 这个短期意义下的 国民收入决定模型当中 对于消费行为的 这个刻画 那么关于这样一种假设 它是否符合现实当中 我们所观察到的 这个代表性公体 或者说这个代表性的 这个公众 对于这个消费的 这个行为的这个特征呢 那么后来很多经济学家 关于这样一种 这样一种消费行为呢 做了一些大量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 然后得到的这个 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消费确实是与收入正相关的 并且这个边境消费倾向确实也是小于一的 那么稍微有一点 让人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就对这样一个结论 这样一个性质 如果你用这个横截面数据 进行估计得到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要小于用时间序列 估计所得到的这个结果 对吧 就在实证上呢 如果你看的是截面数据 那么和你看的时间序列数据 可能结果有一些不一致 从实证的意义上来说 那么这就是之前 这就是之前我们关于消费的这个认识 那么我们说这种对于消费的认识 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对于消费这个观念的这个理解呢 可能觉得这种认识就过于简单了 过于简单了 那么后来 后来对吧 现在宏观经济当中 关于消费的研究 有一些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这个提一下 提一下对吧 在这种过度简化了现实的这样一种 把消费值假设为依赖于当期收入的 这样一种假设的这个 这个基础之上 那么后来宏观经济学 关于消费的这个研究呢 消费的研究呢 大致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些步骤 或者这样一些阶段 这样阶段 首先我们说在现实环境经济学当中 现实环境当中 这个消费的选择 大致被看成的是一个动态的选择 就它不是仅仅依赖于当期收入的 它不仅就是现在的消费 不仅仅和现在的收入有关 它和未来的收入有关 和未来的预期有关 和你这个经济环境有关 那么首先一个最标准的看法 我们要把消费看成是一种 叫做动态决策问题 动态决策问题 它不仅仅取决于消费者的这种储蓄态度 风险偏高 也依赖于比如说劳动攻击 你的家庭结构 你的生育选择 等等其他方面的因素 等等其他方面的这个因素 对吧 同时我们结合上一章所讲过的 这个经济增长的内容 是消费决策和储蓄决策 这两个是两个叫做相符的 就是你收入当中 如果你没有用于这个消费的 当然就用于这个储蓄了 而储蓄又对于我们上一章所讲的 这个经济增长的决定期的 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这里讨论这个消费决策 相对于又是讨论这个储蓄决策 而这储蓄决策对于这个增长 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 我们这里讨论的这个消费 这样一个主题 它的这个重要性 重要性 那么我们说如果站在这种 把消费看成一个动态决策问题的 这样一个基础之上 那么关于消费的研究 有些什么样的这基本的这个结果呢 基本的结果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 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 比如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时候 就有这个欧文飞雪 这个著名的经济学校 他所提出来的这种 跨期消费决策的 这样一个基本模型 基本模型 那么他这样一个模型 主要是研究理性的消费者 如何进行这个跨期选择的 跨期选择的 对吧 就话句话句 你如何在不同时期的消费之间 进行这个抉择 在面临一定的这个约束的这个情况下 那个约束呢 也是跨期的 下面我们就可以简单来看一下 他这个具体的这个模型的 这个设定和构造 这模型说起来其实也不复杂 现在我们假设 这个跨期呢 只是最简单的形式 两期 只是两期 对吧 现在我们考虑这个消费者 他面临两个时期的 这样一个消费决策 我们可以把它的第一个时期呢 叫做这个青年期 第二个时期呢 叫做老年期 老年期 那么你在青年期 第一个时期的时候 你所取得的这个收入呢 我们继承这个Y1 而你这个消费数量呢 我们继承这个CE 而在老年期 在第二个时期的时候 消费者取得的收入 我们继承这个Y2 然后他的消费呢 是CE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 这个假设条件 那么对于这个假设条件 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呢 我们假设不存在通货膨胀 就价格水平 不会发生变化 不存在通货膨胀 然后我们假设的消费者 他是有机会进行借贷 或者储蓄的 就是换句话说 你可以借钱 那你也可以存钱 换句话说 你的这个消费的数量 和你的这个当期 所赚起的收入数量 是可以不一样的 对吧 可以不一样的 就可以允许 我们日常生活中 所说的这个 经常的存在 对吧 所以就后面我说说 他在任何一个时期的消费 都可以大于或者小于 那个时期的这个收入 那么你看 这样一个基本的假设条件 就已经改变了 刚才我们所提到的 最简单的关于消费函数的 这个假设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依赖于当期收入 那我们这个假设 就已经改变了这一点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 在这样一种假设条件的 这个环境之下 消费者的这种夸期 消费角色会是什么样的 会是什么样的 然后我们用这个 第一期的收入 减掉第一期的这个消费 就是Y1减去C1 继承这个S 这个S就所谓 第一期的这个储蓄 那么刚才说了 你是可以借贷 或者这个储蓄的 那么这个S S对吧 经常我们把它叫做储蓄 它实际上是可以正可以付的 那么如果它是正的 如果它是正的 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 这个储蓄 那么如果这个只是付的呢 也意味着 你这个C1是大于Y1的 就是你第一期的消费 是大于第一期 你所赚取的收入 那么这个储蓄是付的 就意味着你第一期是借钱的 是借钱来消费的 有一部分的消费 是用借的钱来支持的 来支持的 所以这个S呢 是我们说的这个储蓄 这个记号 那么第二时期的 这个消费C2 有什么东西来支持呢 首先是你第二时期 你第二时期所赚取的 这个收入 我们继承这个Y2 同时呢 它一部分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这个 第一期的储蓄的本利盒 其中这个小R 是我们说的实际利率 S乘上 第一期的储蓄 S乘上1加R 就是你第一期的储蓄 在第二期所获得的 这个本利盒 再加上第二期 你的这个收入 那么就构成了 第二期消费的这个基础 消费的这个基础 那么你把 那么你把这个S 对吧 它是Y1-C1 带到这里来 然后两端再除一个E价R 除一个E价R 那么就得到了 下面的这样一个 所谓消费者面临的 叫做所谓的 跨期预算约数 对吧 是跨期预算约数 对吧 左边表示这个消费者的 这个总消费 右边表示消费者的总收入 那么这二者是相等的 这是相等的 对吧 那么关于这里的所谓 跨期它的具体含义 我们还可以解释一下 还可以解释一下 对吧 这个利率这件事情的 这个存在 就大于零的 这个实际利率的存在 它会使得 它会使得 第一期的消费 和第二期的消费的价格 之间是有差别的 所以这里的这个 这里这个一价二分之一 一价二分之一 它就是什么呢 它就是用 这个第一期的 这个消费物品来表示的 第二期的消费物品的 所谓的价格 价格 这个当然和我们 刚才讲的 通常意义上的 这个价格不一样 而是由于什么呢 而是由于什么呢 而是由于这个 利率的这个存在 利率是什么呢 利率是使得 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的这个前期的生产 前期的这个资产 到了后一期 是可以产生利息的 由于利息的产生 就会使得 下一期 就是后一期的 这个消费物品的 这个成本 你获得后一期的 消费物品的成本 会显得相对的 这个便宜 相对的这个便宜 对吧 你同样一单位的钱 你存到下一期 你就到明天去的时候 它产生了利息嘛 产生了利息嘛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就会使得 就会使得 下一期的这个同等数量 或同等单位 这个物品的这个成本 或者它的这个成本 显得相对的这个便宜 也可以说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是它的价格 显得相对便宜 但是这个和我们通常 所说的商品那种 用这个货币来外 来表达的价格 有所差异 它是由于这种 时间所产生的 这个利息而造成的 不同时期的 消费物品之间的 价格的差异 所以这一解二分之一 就可以看成 就可以看成 对吧 用第一期的这个物品 所表示的 第二期的物品的这个价格 类似的 那么这里的一加二分之 也可以看成是 你同一 不同时期所赚取的 收入之间 也是有差异的 也是有差异的 对吧 你因为第一期的这个 第一期你说 假如你不花费的话 你存起来的话 到了第二期 是有利息收入的 利息收入的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可以把这RR的 看成是 你看YR除以一加RR之后 就看成是 贴线到了第一期来 贴线到了第一期来 对吧 那么这两个 可以相加在一起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一加RR 它产生出来的 所谓跨期的具体含义 就像刚才我所解释的 这个样子 就不同时期的 无论是物品也好 还是收购也好 你要进行比较的时候 比较的时候 由于利息率的这个存在 你要把它放在 相同的一个时间点上 那我们通常的做法 是放到这个什么 放到第一期 放到限期来 限期来 所以这是你看 所谓的限制 这是所谓的这个限制 那么这是两个相加 然后才能够直接相加 然后呢 所谓总消费 是等于这个总收入的 那么这样一条 跨期的一串元素线 如果你在图形上 把它划出来 你会发现 它是一条 协力为负的 一加RR的这个直线 对吧 也就是这个样子 就这个样子 你把刚才我们所说的 跨期的一串元素线 在这样一个平面上画出来 这个平面的这个纵轴是C2 第二期的消费 这个横轴呢 是C第一期的消费 你把它画出来的话 就得到这样一条 协力为负的一加R的这个直线 那么这个直线呢 你看我们看 找三个特殊点 可以干涉它的这个含义 对吧 比如说如果你的这个 你选择这一点 有时候我们把这点叫做 禀夫点 这一点对应者的 这个第一期的消费是Y1 第二期的消费是Y2 这说明什么呢 就是你每一期的这个花费 每一期的这个消费 恰好和你每一期赚取的这个收入 是相同的 第一期赚取的Y1这个收入 你花费的数量是1和它是相同的 第二期赚取的收入是Y2 你花费的这个数量 你也是和它相同的 相同的 那么和这个禀夫点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看两个极端 这个点和这个点 对吧 如果看红 就是很早就这个 上了这个焦点 我们把它写成Y1加上Y2除上 一家 一家 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如果你的第二期的这个 消费 为零 第二期消费为零 你把两期 所赚取的收入 通通集中到 第一期来 花费 对吧 那我们说Y2是第二期赚取的 那么你换 到第一期来 分别什么意思呢 你就除一家 把它贴线到第一期来 那么你所可以支持的 最大的消费数量 就这个Y1加上Y2除以一家 可能相对于呢 你看另一个极端在这个地方 这地方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第一期都不消费 你第一期赚取的这收入Y1呢 你通通都存起来 那么到第二期 你可以获得的这个收入多少呢 一家二成长Y1 就第一期的时候 赚取的收入 你一分钱也不花 你存到第二期去 对吧 你所能够获得的本利盒 是一家二倍的Y1 那么第二期 你又赚取了这个Y2 所以在第二期的时候 你说能够支持的最大的消费 就是一家二倍的Y1 再加上Y2 对吧 所以这个极端点 就是所有的消费 都发生在第二期 第一期消费为零 而这个极端点呢 就意味着第一期的消费 是所有的消费 而第二期的消费为零 叫费零 对吧 当然我们说可能更常见的 更常见的 你可能选择的 这个叫做消费的这个组合呢 可能在这个丙付点 和这个极端的 这个纵头上的这个结局点之间 也可能在这个之间 在这个之间 如果你在这两点之间 选择你的这个消费组合的话 那么你看意味着是什么呢 意味着是什么呢 意味着第一期的消费 是小于万一的 也意味着第一期 有一个正的这个储蓄 正的这个储蓄 对吧 如果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丙付点 和这个横头上的 这个这个交点之间 选择一个消费组合的话 那你看 相当于你第一期的消费 是大于你第一期的收入 相当于第一期 就有一个负的储蓄 话就话说 第一期就有一个借钱的 这样一个事情发生 事情发生 对吧 那么从这个图形 从这个图形 这个图形就可以清楚地告诉到 我们说消费者所面临的一种 跨期预算约束的这个含义 跨期预算这个含义 当然我们仅仅有这个 所谓的跨期预算约束 还不足以 还不足以决定消费者的 这个动态的消费决策 是什么样的 因为这个所谓的 药息预算约束 只是指的消费者 对吧 这样一个存在两期 青年期和老年期的 这样一个动态的消费者 他所面临的一个资源约束 对吧 我们在这个微观经济学 一开始讲经济学的研究 目的是什么呢 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所谓 跨期预算约束 只是讲到的资源的稀缺性 资源稀缺性 对吧 你想第一期消费多一点 第二期消费少一点 你想第一期消费少一点 第二期可以消费多一点 他只是讲了资源的 稀缺性的含义 那么所谓这个有效配置 该怎么选择 我们还要把消费者的 这种偏好行为 好吧 或者用消费函数 所表述来的 消费者的这种偏好行为 要表示出来 要表示出来 所以这个只是我们讲 跨期消费者抉择的 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对吧 那么该如何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该如何来 描述 跨期消费 就涉及到跨期消费的 这个消费者 他的这个偏好呢 偏好呢 我们所使用到的工具 人人在家 微观经济学一开始就学了 那个最熟悉的工具 用无差异曲线来表达 对吧 那么无差异曲线上的 这个点线上所表达的 含义是什么呢 就使得这个消费者 他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的 这个消费的这个组合 无差异的所有的点 构成的那个集合 对吧 现在这个无差异曲线 表示就是使得消费者 或者同样满足的 刚才我说无差异 我们在微观经济学开始讲 消费者选择行为的时候呢 我们说无差异曲线上的点 是表示两种商品之间的 这个组合使得你是无差异 那样点构成的这个集合 对吧 那么现在两种商品 这样一种 通常的说法就变成了 第一期的物品和第二期物品 的这样一个组合 这样组合 他所具有的这个基本形状 和我们在微观经济学 所讲的基本形状是一样的 对吧 总体来看 他是这个一组 凸向圆点的这样一种 互不相交的这样一个曲线 对吧 在这曲线上的每一个点 对吧 对消费者而言是无差异的 如果你用信用函数的概念来表达 就在这不同的这个点上 同一条线上的不同点上 所获得的这个消费水平 是一样的 那么越往外的这个无差异曲线 它所代表的这个消费水平越高 消费者越偏好 那么这个越偏向这个远点了 对吧 越向这个西南方向的 越向西南方向的这个 这个无差异曲线 所代表的消费水平就越低 再把消费水平越低 比如说 你看我们看中间这条点型的无差异曲线 对吧 有上面三个点 ABC三个点 三个点 对吧 这三个点所代表的消费水平是一样的 话就话说 消费者这三点之间 三点之间的选择是无差异的 无差异的 但是呢 这三点之间还存在一种区别 还存在一种区别 对吧 这就涉及到 我们维冠经济学里面讲过的一个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对吧 这无差异曲线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从A点到B点到C点刷身了什么呢 存在的一种规律我们叫做边际替代率低减 边际替代率低减 比如说我们看 在A点的时候 A点对应者的这个C2的这个数量 就第二期的消费水平比较高 而第一期的这个消费水平呢 比较低 对吧 第二期的消费水平比较多 第一期的消费水平比较少 比较少 那么这里拥有这个第二期的消费比较高 而第一期的消费比较少的时候呢 你就愿意用 愿意用较多单位的第二十期的这个消费 去换取 你原来只拥有的 较少的第一期的消费的这个数量 消费数量 对吧 比如说那么从A点到B点 从A点到B点 就意味着 比如说你愿意用更多的这个 C2的这个数量 来换取这个C1的这个数量 但是从B点到C点你看 这又发生变化了 对吧 这个时候你拥有的这个C1的数量 就第一期的消费数量 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 你所愿意使用的第一期消费的这个数量 去换取的第二期的一个单位的这个数量 就会在不断的下降 就是C2和C1之间的这个替代率 对吧 它是在不断的这个低减的 不断这个低减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微观经济学里面所讲的 刚才我一开始提到过了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无差异曲线是图像原点的 图像原点的 这里面体现出来的所谓 边际替代率低减的这样一个规律 低减这样的规律 对吧 所以我们说今晚在同一条无差异曲线上 这三点所达到的消费水平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吧 消费者是这个 选择上是无差异的 无差异的 对吧 但是从A到B到C 对吧 它体现出来了 所谓的这个就边际替代率低减的这样一个规律 边际替代率低减的这样一个规律 那么以为这样一条描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 跨其偏好的这样一种无差异曲线之后 无差异曲线之后 动态消费选择 对吧 那我们已经知道了 跨其预算约束 以及这个偏好基础上 就可以分析它的这个跨其消费的最优选择了 那么大家实际上已经可以猜到结果了 这后我们讲 非关经济曲线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 那么消费者的最优选择一定在什么呢 一定是在它的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处 切点处 对吧 就两个时期的消费的最优组合 一定出现了无差异曲线与跨其预算约束线的这个切点处 切点处 恰好和这条预算约束线的这个斜率呢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那个负的一价啊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对吧 那么刚才我们解释了无差异曲线的在这一点处 它的这个切线协议的含义是表示了这个边境替代率 对吧 所以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结论就意味着什么呢 消费者现在的这个替代率是指在不同时期的消费所带来的边境信用之间的这个替代了 替代了 对吧 那这个无差异曲线 无差异曲线的这个斜率呢 是表示两个商品 就两个时期的商品之间这个替代 就是价格这个意义上这个替代 那么这二者呢 恰好是相等的 恰好是相等的 这就是大家我们在学微干经济学 在经济学一开始的最基本的消费者群的模型的时候 所得到的那个典型结论 就是无差异曲线的切线学历所表达的这种 用边境线用来表达这个替代呢 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这个替代 线用函数嘛 偏好表达你主观喜欢还是不喜欢 喜欢的程度如何 对吧 两种物品之间你愿意实现的这个替代比率如何 这是表示一种主观意义上的替代 主观意义上替代 而这一切原书现在这个邪律所表达的替代呢 是某种意义上的客观 比如说这个利率是存在这个 这个叫实际利率是存在实际生活当中的 它可以表达不同时期的 这个收入也好 还是这个不同时期的这个 你说要这个消费的这个物品也好 它之间的这种价格意义上替代关系 那么这个相抵的是正好相等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主观意义上的替代和客观意义上的这个替代是恰好吻合的 是恰好吻合的 对吧 可能从主观意义上的时候你可能希望达到更高的无差一曲线 但是你达不到 为什么呢 你为了收到这样的这个约束 对吧 那么客观意义上 比如说你在这个约束线之下 这个三角形的面积之类的哪一个点都是可以达到的 但这就意味着什么 因为你也有了资源的这个浪费 也有了资源浪费 对吧 所以两个方面你综合起来考虑 最优的结果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对吧 这是我们讲微风经济学一开始讲消费者选择行为的时候 就得到了一个最最基本的这个结论 现在我们把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呢 应用到了应用到了这里我们所谓的跨期的消费者的这种消费选择这个问题 就是上 那么这个结论就是什么呢 编辑替代率 对吧 等于负着一家R 编辑替代率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具体化为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这个消费所产生的这个编辑效用之间的这个替代 对吧 所以这是实际上 你可以把它再强调点 就是跨期的编辑替代 跨期的编辑替代 对吧 那么这样一个这样一个大家在这个文化经济学一开始就学到这个结果 应用到我们跨期消费选择这个问题上当中来 然后呢 我们这里要强调一句简单调调一句 这样一个结果 这样一个结果 它是我们整个现在宏观经济理论的这个基石 对吧 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进一步学习这种叫做高级的宏观经济学的话 你会看到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这个 一个所谓的叫做消费者的跨期最后决策的这样一个一级条件 这样一个条件 它构成了 构成了我们环境经济学里面讲了各种各样重要问题的一个最最基本的这个基础 最基本的基础 以后你可能涉及到的问题还比较复杂 比如适用函数会变得比较复杂 那么跨期计算约数会变得比较复杂 然后以后你再碰到这个实际律律 可能以后也是随机的 也会变得比较复杂 但是你都可以把它理解成 这里我们一开始所讲到最最基本这个条件的一种扩展 所以这里我们有句话是什么呢 这个跨期的别人替代率等于负的一价R 对吧 就主观的这个替代和客观的替代恰好吻合这样一个条件 是现在宏观经济理论的这个基石 那么这个我们得到这个基本结论之后 就像我们讲这个微量经济学当中的消费者选择行为一样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很简单的这种叫做比较经济分析 对吧 当然老师可以稍微回忆一下 我们讲这种最基本的两商品之间的消费者 这种叫做叫做这个选择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了这个最基本的条件 编辑替代率等于价格比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花一定的这个篇幅去介绍什么呢 介绍基于这个结果的一些比较经济分析 比如说我们会讨论 如果这个消费者可以支配在生物发生变动情况下 那么这个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对吧 两种物品的相对价格如何发生变化 的情况下 那么结果会有什么变化 那么这就是一道文化经济学里面所讲的 很重要的两块基本内容 比如说讨论这个替代效应 讨论这个生物效应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按照这样一种思路 来基本的讨论一下 我们刚才所介绍的这种叫做消费者的这种 跨期选择行为 跨期选择行为 它的这个相应的这种比较经济分析 比如说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收入变动 对消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么结合大家在文化经济学面 已经学到了基本知识 对吧 我们收入变动 相对价格没有变动 而收入方向变动的情况下 它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什么呢 就是预算约束线 它会整体的向外平移 比如说从这个A B这样一条直线 然后呢 这个向外平移到A一撇 B一撇这个直线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再次运用这个变积替代率等于价格比 等于价格比 这里我们价格比就是负利一加R 用这个条件所得到的新的均混点 就从这个10变到了这个11 那么这个11和这个10相比较 我们发现 它两期 就是第一期的消费和第二期的消费都增加了 都增加了 那我们就得到一个基本结论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 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 你第一期的消费和第二期的消费是同时增加的 这样一种消费的特征呢 有时候在黄金系当中被叫做所谓消费的平稳化 平稳化 对吧 这是所谓我们分析这样一个模型的所谓收入效应方面 收入效应方面 要简单一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所谓实际利率的变动 对于消费的这个影响 那么这样的内容就对于我们在文化经济学里面 讲消费者选择问题的时候 所讨论那个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会对于这个两物品的这个选择结果带着什么样的影响 是相同的这个主题 那么整个这里的相对价格呢 现在具体到为我们这里的这个所谓的实际利率的这个变化 实际利率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原来这个跨期消费者所命的逆穿约数是AB这条线 后来变成了A一撇B一撇这条线 你看 它向顺时针顺时针旋转的一个角度 对吧 旋转的角度变成了A一撇B一撇 那么大家马上可以看出来 大家马上可以看出来 对吧 那么这意味着利率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 上升了还是下降了呢 对吧 你看从这个B移动到这个B一撇 就是和横走的交点变小了 那么横走这个点是有什么决定 大家还记得吗 一开始我们讲运算约数的时候 它是这个Y1加上Y2除上1加R 对吧 那么当这个拮据这个地方变小的时候 一定意味着利率是上升了 对吧 同样的 你看这个纵转上的这节点是什么呢 是这个Y1乘上1加R再加上Y2嘛 那么随着R的上升 那么这个纵转的拮据也上升了 所以我们说它从这个AB 从AB 然后呢顺时针旋转到 顺时针旋转到这个A一撇 B一撇这个预算游户线的时候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这个实际利率是上升了 实际利率上升了 那么实际利率上升了 那么实际利率上升之后 同样按照我们说标准的这个一阶条件 别人提到利等价格比所达到的新的均衡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原来均衡在1这一点 所对应的这个 这个第一期的消费在这里 第二期的消费在这里 现在新的均衡点呢 在1这个位置 它所对应的第一期的消费在这里 第二期的消费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当然我们发现这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第一期的消费 第一期的消费呢 减少了 而第二期的消费呢 从这个地方增加到这里 第二期的消费增加了 增加了 那么关于这个第一期消费和第二期消费数量的变化呢 我们刚才不是说过吗 实际上就核费文件群里面一样的 替代性费分析起来稍微复杂一点 所以这里面这个第一期和第二期消费数量的变化呢 我们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两个角度来看 哪两个角度呢 一个是收入效应 一个是替代效应 对吧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实际利率上升 它的消费的影响呢 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两个方面来看 对吧 一个是所谓的收入效应 一个是替代效应 一个替代效应 替代效应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的当前消费减少 未来消费增加 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说替代效应指的当前消费减少 未来消费增加 那么你看看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实际利率上升 当利率上升了的时候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 未来消费怎么样了 未来消费的成本下降了 当实际利率上升的时候 对吧 同等数量的 同等数量的 第一期的这个 比如说收入 如果你存起来 储蓄起来 由于利率上升 在第二期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 更高数额的这个本利盒嘛 对吧 那你就可以买更多的 第二期的这个物品嘛 那么相比较第一期的物品而言 所谓的替代效应作用 就指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这里是指的利率发生变化了 而造成了 相对第一期的消费而言 第二期消费的成本下降了 对吧 那么所产生的职业结果就是什么 一定是当期消费的这个减少 而未来一期消费的这个增加 这所谓替代效应 由于价格的相对变化 造成了这个第二期的 第二期的物品相对而言 更便宜了 更便宜了 所以第二期消费的更多 第一期消费的更少 而收入效应是指的什么呢 由于实际利率的造成 它会造成你收入水平的这个增加 所以我们简单分析过收入效应 对吧 由于收入水平的增加 造成了两期的消费 一般而言都是同时增加的 同时增加的 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 造成第一期和第二期的消费 都是增加的 对吧 前面我们分析过的 这个简单的收入效应 告诉我们这个结论 那么你把这两条合起来 你会发现 对第二期的消费而言 总是增加的 所以你替代效应和这个收入效应 叠加在一起得到的这结果 对于第二期的消费而言 我们回头来看这个图 它总是增加的 对吧 所以它从原来这个水平 直到这个水平 那么我们这个图 就所画出来的 第一期的消费的减少 那么它需要什么样的假设 才能够成立呢 因为刚才我们分析了 这个替代效应 对于当期消费的这个效应的影响 和收入效应 对于当期消费的影响 方向是相反的 对吧 收入效应使得当期消费增加 替代效应使当期消费减少 对吧 那我们之所以得到前面图形 所表示出来的 整体来看 整体来看 第一期的消费减少了 一定相当于假定了 假定是什么呢 替代效应 是超过收入效应的 所以替代效应 是超过收入效应的 对吧 所以你看这里 我们所说的最终的结论 利率上升呢 它可能会 这个刺激 也可能抑制储蓄 所以呢 对于第一期的消费的影响呢 要取决于这个收入效应 和替代效应的相对规模 我们所画出来这个图形 图形是相当于假设了 相当于假设了 这个图形 相当于假设了 这个替代效应 是超过收入效应的 所以这两个效应合在一起 就得到了 就得到由于利率上升 而导致的 而导致的第一期消费的下降 第一期消费的下降 当然我们说 这是最正常的一种情形 最正常的情形 大家可以脑子 稍微 马上联想到 之前我们用这个替代效应 和收入效应之间的 相对规模的这个比较 他们变化这个方向 来定义什么叫做正常品 什么叫列等品 然后列等品当中又分了 什么叫做积分商品 诸如此类这个问题 那么你都可以联想到 我们原来文文经济学里面 所讲过的这些内容 讲过内容 但是我告诉大家 这里我们所假设的 TDA效应超过收入效应 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最常见的一种情形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的 最基本的 跨期消费的决策模型之后 然后所做的两个简单的 这个比较简单分析 那么接下来 从来在这个模型基础上 来分析一个 也许更有现实意义的 这样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讲 金面模型的时候 我们假设消费者 他是可以接待 也可以储蓄 对吧 好像是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的 但日常生活当中 你常常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你想借钱你借不着 对吧 这个你想借钱借不着的 这样一种现象 如果你用理论的干预档 就所谓消费者 他面临的借贷约束 或者有时候也叫做流动性约束 流动性约束 你要把这流动性约束 就在现实世界当中 你想借钱你借不着 对吧 就是说你所消费的这个数量 是不能够超过 你当期的收入水平的 当时收入水平 这样的现象 如果放到 或者如果融入到 刚才我们所讲的模型当中 你会就发现 两种不同的情形就出现 不同的情形就出现了 那么首先你看 你可以选择这个范围 对吧 如果我们假设 这样一种形式的 这个流动性约束 就C小一等于Y1 Y1是你第一期赚取的收入吗 你第一期的消费 不能够超过它 就不能够允许 之前我们曾经允许过的 第一期的消费可以大于它 怎么大于它呢 通过借钱来实现 借钱来实现 对吧 我们不允许这个情况 那么就意味着 你C总是小一等于Y1的 在里面你这样一个 约束的这个情况下 那么你看 你可以选择这个范围 就比刚才我们说的 那个预算约束下 那个三角形的范围 就要来得小了 现在只是这样一个 T型的这个形状 T型这个形状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所选择的 第一期的这个消费 是不能够超过Y1这个水平的 换句话说 Y1右端的这个线段 右端的时候 你是不能选 你选的只是从0 远点到Y1之间的 这样一个数量 这个数量 对吧 那么第二点不同的情形 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那么这个流动性约束 意味着 对你最有性选择 还没有发生影响 对吧 你最有点 比如说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并没有超过 并没有违反这个约束 并没有违反这个约束 对吧 而第二种情形呢 对你就产生了 就留这个约束确实是你产生限制了 比如说按照你最初的设想 你最希望的这个 最有消费点在这个地方 第一在这里 但地面里面这个 第一所多应者这个Y1呢 是超过你第一期 第一所多应者这个C1呢 是超过你第一期的 这个所赚取的收入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这样一个现实 所以你 这个最有的选择 所多应者这个第一期的消费点 是无法实现的 无法实现的 你能够实现的最好的结果 只不过在这个边界点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个提醒的 这个脚点这个地方 这个脚点是什么呢 就意味着你在第一期 赚取的这个收入 你通风把它花费掉 你能够做到最好的结果 就是这样 对吧 然后到第二期的时候 你把第二期赚取的收入 你花费掉 花费掉 对吧 那么这个情形 清晰了我们告诉了我们 你是否能够自由的这个借贷 想进行是否能够借得到 对吧 是否能够自由的这个借贷 它是影响到你的这个消费行为的 对吧 所以借贷约束 如果是紧的 或者说有约束的情况下 那么你所获得的最终的这个消费决策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是我们基于 这是我们基于什么 基于我们之前构造的这种叫做 基于这个上世纪三十年代 欧文分学所说的 所谓叫做跨期消费模型 然后呢 跟大家讲的一些这个模型的基本的 这个来龙去脉 相关的这个基本结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很典型的 这样一个模型 包括后面我们讲的这种叫做 这个什么比较经济分析啊 这种很典型的这样一个模型 不过是 不过是我们在微光经济学里面 已经学到了 已经学到了所谓消费者选择行为的 这样一个应用 应用到什么地方呢 应用到了消费者的跨期选择 把那种最典型的两物品之间的选择 变成了两个时期的物品的这个选择 对吧 只不过是它那个应用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 如果你联系到 我刚才托的这个所谓消费者选择模型的话呢 就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这是我们关于这个消费的这个行为的介绍的 第一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 对吧 接下来我们还简单的看一下 关于消费的这个说法 在现在红红经济学当中还有哪一些 还有哪一些 我们首先简单的说一下 所谓的一个叫做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 这个当然是 这个是这个上个世纪 1974年代 1978年的时候 这个美国经济学家Hall他提出来的 他认为呢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所谓 这个所谓持久收入假说 后面我还要稍微再说一下 持久收入假说 你与其的结合呢 意味着这个消费的这个变动啊 是遵循了所谓的随机游走的这个方式 随机游走的这个方式 随机游走的方式 那我们稍微具体说一下什么意思呢 接下来什么意思呢 就按照这个持久收入假说的这个说法 那么消费者总是尽量按照他可预期到的长期收入来平衡消费的 你看这个说法也是不同于之前我们提到过的 卡安斯简单的说把消费是依赖当期收入这样一种说法的对吧 那么随着时间退役的话呢 消费者会根据这种新获得的信息来求证 他对他一生当中所能够赚取到的收入的这个预期 来调整自己的这个消费 调整自己的消费 对吧 那么如果消费者的这种行为是理性预期的 对吧 就换他对自己一生当中所能够赚取到的收入的这个估计 和实际情况 实际情况 对吧 在这种 这个理性预期的概念里也比较复杂一点 对吧 我们说在平均的意义上 是没有偏差的 就这么说 如果你对自己一生当中所能够赚取到的收入 在平均的意义上是没有偏差的 那么能够影响到消费的因素 一定是这经济当中的一些意外因素 意外因素 对吧 因为你对假设自己一生当中能够赚取到的一期的话 是平均而言是正确的 那么只有意外的收入能够影响到这个消费 这是在这个意义上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说消费的变动是随机游走的 所以就是你如果不熟悉这个概念的话 这个概念你可以按照个字面来理解 好像也可以理解 理解我们现在随机游走是什么 就好比一个喝醉酒的人 对吧 他向前一步向后一步 他的下一步该怎么走 是向前还是向后 是无法预测的 一个醉酒的这个人 对吧 这个概念实际上也是这个数学里面 一门课程叫做随机过程当中的一个 描述一个叫做典型的随机过程的这样一个概念 这样一个概念 对吧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这里 我们用文字简单的这个说法 对于消费的这个解释 你还不能够这个理解的很清晰的话 下面我们做一点点简单的这个补充 这简单的补充呢 简单的补充呢会涉及到一些数学概念 如果你可以理解的话就理解 对吧 这个没有出现在我们的价材当中 如果理解不了的话 也不了的话也没关系 如果你以后进一步去 宏患经济学院可能还会碰到 还会碰到 就刚才我们所说的消费中心 所以说一游走这样一个结论 实际上是在一些假设条件之下才会成立的 这假设条件是什么呢 你去假设这种跨期的这个限用函数 它是二次形式的 二次形式的 然后利率水平是常数 并且这个贴线因子 刚才我说跨期限用函数 这里贴线 这贴线是指的这种叫做典型的 这个消费者 它在不同时期的对于时间的这种偏好的 这个意义上的贴线 如果这个关于时间的贴线 和这R之间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满足这样一个关系 对吧 就是时间偏好率 时间偏好率下和实际利率下 这个贴打有时候 我们用另外一个记号 就是它的这个 比如说和这个利率地位对等的话 有时候是贴打可以继承一加肉分之一 这个肉指的是这个代表性消费者 代表性消费者 在不同的时间之间的这种贴线 就是心理意义上的这个贴线因子 如果心理意义上贴线因子 和这个实际利率相好相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 这推导过程度被我们审量 推导出来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你基于T7的信息 对T加17的消费的预期 对吧 这个既是说成是预期 也可以说成是这个条件期望 这这样一个符号 和T7的消费 恰好是一致的 那么再结合理性预期 那么你看 基于T7的信息 对于T加17的这个消费的预期 恰好是T7的消费 就可以写成下面这个实际 对吧 其中后面这个1%T加1的 我们说是一个百道神 就是这个叫做 君子为零的这样一个随机变量 随机变量 对吧 它是超出你这个 超出你这个叫做 叫做 你的 叫做个人的这种控制范围的 它是一个随机变量 它的实现值是什么 是超出你个人的控制范围的 我们说这个方程 才是确切的 所谓霍尔在1978年所提出来 这种消费的随机游走的基本形式 那么从这个方程 你就可以很清晰的知道 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什么含义 就是给定CT 给定T7的这个消费 是没有其他任何 椅子变量能够帮助你预测 T加1气的消费 因为这是一个随机变量 对吧 T加1气的消费 是在T7主义上 加上一个这个君子为零的随机变量 可振可负 那么这个T加1也是可大可小 对吧 真是在这种确切的意义上才 如果大家对我这里讲这些数据概念 能够理解的话 你才能够精确的知道 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消费的随机游走 假说大概是个什么含义 对吧 这是我们做这样一点补充 做这样一点补充 这是关于这个消费的第二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 我们之前说的这种货的 这种跨期消费的这样的说法 第二又说了这个78年的货的 之前说的那个欧文飞雪的 这种跨期消费的说法 接下来刚才又说了这个货的 这种消费的随机游走假说 第三种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 关于消费的观点 是所谓杜生贝理的 这个叫做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想到收入消费理论 那么这个中文贝理 它会认为消费者 它会受到自己过去的 消费习惯的这个影响 然后待会我们会稍微 强调说一点 所谓叫做吉伦效应 以及它会受到周围的 消费水准的这个影响 这个叫做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 对吧 就可能你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平 但是你周围的人的 收入水平上升了 它们的消费水平上升了 会影响到你 可能你比如说 会做一些 会做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言 所谓的这种 打总点充方子的 这样一种消费行为 消费行为 对吧 这个叫做示范效应 那么所谓杜生贝理的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就是主要是讲这两种 我们重点谈一下 这个吉伦效应 就是你消费者的消费行为 会受到过去的消费习惯的影响 所以在这两个效应的意义上 就是所谓的这个消费 是相对而言决定的 这个相对的概念 实际上是对于女 对于我们之前所讲的 跟韩斯所讲的 这个消费依赖 当地收入 这样一种绝对行为而言的 对吧 那种消费行为 你可以看成是绝对的 这个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 这里我们说 都为理的是 相对收入的消费理论 那么关于这个 消费会受到过去习惯的影响 我们可以用这样一个图形 简单的描述出来 描述出来对吧 这图形实际上可以给你区分 消费函数是有长期和短期之分的 从长期来看 我们可以说 消费是依赖你的这个收入的 那么这个贝打 就是原来我们所讲的 这个边际消费倾向 从长期的意义上 对吧 从长期意义上 就是没有短期的概念的话 长期意义上 你的这个边际消费倾向 是贝打01之间的 然后呢 这是Y是你的这个收入 Y是你这个收入 对吧 我们假设 随着这个收入水平率增加 那么这个消费也有这样一个设限 按照这个协率被打增加 我们假设 先假设 比如说在这个时期 原来到了这个消费到了 11这个水平的时候呢 然后可能经济当中的环境不太好 发生了这种衰退 坏税或者萧条 萧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 你的收入水平就要下降 收入水平下降 对吧 收入水平下降 如果你按照 如果你按照这个 长期的消费函数 就这条实现 这条实现所表示的 这个规律来看的话 就应该沿着这条实现 你被打这个比率要下降了 但是消费收入理论 告诉你不是这么回事 就当你收入水平下降的时候 你会受到 你会受到你过去的 这个消费习惯的这个影响 比如说你收 消费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吧 你不会下降的这么剧烈 按照这个比例 而你下降的这个幅度呢 要比这个长期的消费函数 所预计的 所表示的这个比例呢 要来得小 对吧 所以你下降的幅度 可能只是沿着从这个 C1到这个 CSE的这样一个比例 它比这个要平缓 比较平缓 对吧 上升的时候 沿着这个长期的消费函数 当你下降的时候 当你由于收入水平的下 收入水平的降低 你要减少自己的消费的时候 你下降的比较缓慢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什么呢 叫做有减入奢益 对吧 你从一个简朴的生活 过到一个奢侈生活比较容易 那么有奢入减难 对 你已经过惯了这种高级的奢侈的生活 你要再重新回到贫穷的这个日子 就比较困难 对吧 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奢益 所以你下降的时候呢 它下降这个比率的是要比长期的比率是 要缓慢的 换句话说 这个短期的这个消费函数 它是有一个正的这个拮据的在中轴上 而这长期消费函数呢 它的拮据是零 也是零 对吧 当你什么意思说 再次经济这个好转 经济形势好转 对吧 你沿着这个线 然后呢 你的消费缓慢的增加 然后你再次进入到这种长期的 描述到长期消费行为的这个模式 然后再次碰到你这个经济衰退时期的话 消费收入再减少 那你消费减少的时候 再次又是这样一个规律 对吧 那么这个图形势呢 你就告诉了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什么呢 是它所谓的这个极端效应 就是你的消费会受到自己过去消费习惯的影响 你达到那个消费水准之后 你再降下来比较难 尽管由于一些 你收入水平的降低 你必须降 但你降的呢 和你升上去的那个幅度是不一样的 你会降的比较缓慢 对吧 所以所谓的这个 入层背里的极端效应呢 就是用这个大家熟悉的一句话叫做 有减入涉意 有收入简单 就可以概括出来 那么这两个效应 你包括刚才说的 这个四番效应 何起来所决定的消费行为呢 就是所谓都城背里的 都城背里的 这个叫做相对收入的消费理论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第三种 第三种 在关于消费理论的记者当中呢 还有两个很有名的概念 一个叫做生命周期 以及第五个啊 这个所谓叫做持久收入 生命周期是三个世纪的 由美国经济学家这个莫迪利亚尼提出来的 提出来的 他会认为什么呢 他会认为人们会在更长的时间内 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计划他的生活消费开支 对吧 然后使得他整个生命周期当中的这个消费呢 相对的这个平稳 从而最大化自己的一生的 这个通过消费所获得的这个效用 那么这样一种消费行为呢 我们简单的可以用这样一个很简单的公式来表达 比如说你的消费有两部分决定 一个是这个WR 一个是YL WR是什么呢 就是你本身拥有的这个实际财富 然后呢 这个YL呢 是表示你的工作收入 那么你在任何一个时期 你的消费呢 不过是你的财富的一部分 以及你这个工作收入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最简单的公司所表达的 含义和大家日常生活经验是一致的 对吧 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说每个人你的工作年限 比如说在退休之前有若干年 对不对 然后呢 你退休之后呢 可能有退休金 有你没有退休金 或者你有退休金的话 也比你工作收入要低得多 低得多 对吧 那么一般人我们就根据这个意思 来规划这个消费水平呢 不会由于 不会由于你退休之后的 收入水平的下降 而使得你生活水平急剧的这个下降 所以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你工作的时候 你一定会花一部分 存一部分 你存一部分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使得你退休之后的 这个消费水平 不会由于你退休的收入下降 而下降的更加剧烈 你会使得这样 你会通过这样的行为 使得你的退休前 就工作期段和退休之后 你的收入 你的消费水准呢 保持在一个相对平稳的 这样一个状态 平稳这个状态 对吧 当然你说除了公共收入的话 你还有其他的这种财富收入 比如说这表示实际财富的话 那么也是一样的 你也不会一次性都花完 你要通过你整个生命周期的 平均的这个规划 平均化 所以这个简单的公司表达的 就是这个含义 就是这个含义 对吧 你通过自己生存的这个整个时期 来使得 来使得你的这个 收入比较高的时候 和收入比较低的时候 所对应者的 所能够选择的消费水平 是基本上一致的 基本上一致的 所以这是从生命周期的角度 来谈的这个所谓 所谓这个叫做 美国经济学家的名字叫做 莫迪利亚尼 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 另外一个这个 在消费理论很有名的概念 叫做永久收入 或者有时候也叫做持久收入 他和这个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挂在一起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叫弗里德曼等于所谓理论 那么他的这个说法呢 和这个莫迪利亚尼的 这个生命周期的消费理论呢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但是他的侧重点稍微不一样 对吧 莫迪利亚尼是从这个整个 这个一个生命周期的角度 来谈这个消费的这个平衡化 而这个弗里德曼是从什么呢 是从这个 这个叫做 叫做这个暂时收入和永久收入角度 来谈你的消费该如何进行选择 那么这个弗里德曼认为什么呢 这个消费 主要不是由他的先期收入决定 而是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的 而永久收入是什么呢 就是消费者可以预期到的 你在长期当中能够赚取到的 那个平均的收入水平 平均收入水平 那比如说大家现在比如说 读书期间 你受教育期间 你读本科也好 研究生也好 还是博士也好 对吧 这个时候可能你 收入很少 收入很少 对吧 但你不会预期 你比如说你这个大学毕业 研究生毕业之后 未来若干年所专业收入 向你读教育 就像你接收教育的时候 所专业收入那么低 对吧 你一定会预期 未来的这个收入 可能会比你这个 收入交期间的收入要高得多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在这一段时期 这个消费 这段时期消费 可能就是已经考虑到了 未来能够赚取 更多收入情况下的 一种消费行为 消费行为 对吧 你不会以当期的 较少了收入 要决定你这个行为 比如说你为了上学 你可以有一些 比如说这种申请 这种叫做助学贷款的行为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预期到 预期到 对吧 以后你可以通过 更高的赚取收入 来还这个贷款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 时期的消费行为 它不仅仅取决于 这个时期所赚取的收入 还取决于什么呢 还取决于它预期 未来它可以赚取到 那个收入的这个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发现 能够影响到的这个 能够对于这个消费 产生实质影响的 一定是永久收入 对吧 那么这对于我们设计一些 这种叫做 影响消费的 影响消费这些 税收政策的话 也会有些影响 我们说只有这种 永久性的税收政策 才会对消费有些影响 暂时性的话 就是没有影响 这是从这个 消费者对于 他未来收入的 预期的角度 预期的角度来看 来看 这个 他的消费行为 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 我们说呢 这个在 现代研究消费的 这个理论当中呢 这个永久收入这个概念 或者说持久收入这个概念 和之前所讲的 这个生命收入这个概念 是两个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对吧 有时候会把这两个 合在一起讲 叫做所谓的 这个关于消费的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 持久收入理论 他们分别是由 这个莫迪·利亚尼 和这个弗里德曼 这两个著名经济学家 所提出来的 这次我们关于 这个消费 跟大家介绍的 这个 最后一种观点 接下来我们讨论 这个维观基础的 第二个主题 投资 那么如果从这个 数量上来看呢 投资它并不是 总值当中 这个数量最大的 但是呢 它和消费相比 它的消费 它的这个波动幅度 是最大的 所以这个投资呢 是总值当中 波动幅度最大的一个部分 它在经济比例 没有消费大 像刚才我说过了 但是它的波动幅度最大 所以一般我们会认为 投资的这个波动 是造成经济波动的 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所以这里 我们也有必要 对这个投资 这样一个主题呢 给大家 之前我们已经讲过 这种简单投资函数 基础上再来一个 当然我们说同样 刚才我们讲消费决定的 这储蓄选择 储蓄和投资 有密切的关系 对吧 储蓄选择呢 和投资决择呢 对于我们上一种 所讲的经济增长 又是至关重要的 又是至关重要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 社会的资源的 当期消费 和各种类型的投资 也就是说没有到 没有消费之外 这个储蓄 和各种类型 投资资金的这个转化 是决定了 这个经济的 长力增长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决定呢 我们所讨论 投资这样一个主题 它的这个重要性所在 重要性所在 但之前我们所讨论的 红丸减选择当中呢 这个投资主要是由 这个利率水平 与投资的 平均效率的 这个比较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所使用的 投资函数呢 是利率的这样一个 复相关的这样一个函数 复相关的这样函数 那么这是我们在之前 所讲的基本的 红丸减选择当中 所使用到的这个投资函数 那么后来投资 关于投资这个主题的 这个进展的 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这几个部分 3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托宾提出了 所谓投资的Q理论 那么托宾的Q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的是这个 企业的这个资本的 市场价值 与资本的重置资本之比 就把企业资本的市场价值 比如说你这是一个 上市企业 你的这个股票的这个市值 你的市场价值 与你 比如说你要在市场上 重新购买 你这个企业的资本 你所要花费的这个成本 我们说叫重置成本之比 如果这个比例呢 是大一亿的 就意味着你 现在增加投资是值得的 如果小一亿的话 你应该减少投资 所以托宾的Q是指的 企业资本的市场价值 与企业的重置资本之比 然后你最后投资率呢 应该是这样一个 托宾的Q的增函数 对吧 如果这个比例 托宾的Q越大的话 意味着你越来越增加投资 后来这个比例 就企业的市场价值 与企业的重置资本之比呢 这样一个概念 就成为了著名的 所谓的这个托宾的Q 托宾的Q 这是我们说 凯恩斯的投资理论之后的 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 一项进展 这个之后呢 还在同样的六十年代 还有一个中 所谓的新固点投资理论 它是把这个 它是把投资决策呢 也看成是一种 跨期的最有选择 那么这种跨期的最有选择 不仅仅依赖于 这个资本品的这个价格 还和你投资调整成品 都有关系 对吧 那么所谓这个新固点的 这个投资理论呢 它所背后运含的这个机制是一样的 就把投资呢 看成是现在的一种投资人 然后赚取未来收益的 这样一种跨期的决策行为 如果基于这样一种观点 你联系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 对吧 投资这个概念 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使用 那么不管是什么类型的投资 实际上运含的一种 共同的这个基底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支付的这个成本 是现在就要做出的 有时候它还是沉默的 沉默的 但是你的收益是未来的 未来的 包括比如说我们经常说 教育投资 对吧 你子女的教育投资 现在你要支付的这个成本呢 现在就要做出的 那么它的这个回报 对吧 是否后来这个 交易成才了 或者未来的这个结果 相对而言比较好 比较好 它是未来才能够看到的 所以所有的投资都具有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特征 那么这个特征呢 实际上在这个 我们说最标准的新固点投资里面 就已经体现出来的 那么后来自三十四的九十年以代以后的发展呢 比如说它引用的重点 比如说关注的这个投资的固定调整成本呢 然后投资的不可逆性的 以及投资等待价值的 都是我刚才所说的 投资这样一个基本策略有关系 比如说 投资固定调本是指的什么呢 是指的 无论你投资项目的这个大小 你要支付的成本是高低 总有一块固定成本 是不能够避免的 不能够避免的 对吧 就是说无论你这个项目的大小 它的固定成本 一定相对数额的固定成本 这是固定下来的 那么这就使得 如果你可能在 某些情况下 你这个项目大 就值得投资 如果那个项目小呢 由于一个相对数 较大的固定调整成本 固定的调整成本 就会使得你这个 使得你的这个投资呢 可能不值得执行 不值得执行 这是所谓投资的 固定调整成本的这个含义 投资的不可逆性是什么呢 就像我说过了 有时候投资率 所要支付 前期所要支付的成本呢 是这个沉默的 沉默的 对吧 但你的收益在未来才看到 并且是未来的收益 还是不确定的 那么这种投资的不可逆性 也会影响你的投资决策的 这个选择 对吧 至于 正是因为 正是因为这个投资的收益 在未来 在未来才能够实现 并且还是一个随机的这个事情 它的大小呢 可能现在你也不能够 准确的这个知道 所以有时候呢 有一个所谓等待的这个价值 等待价值 在这个意义上 这个意义上 投资就可以看成是一种期权 期权 之前支付了一个成本 对吧 它的收益在未来 你要观察 它的这个项目 它的这个收益 它的这个效益的这个变化 才能够决定后来 是否能够来进行收割 进行收割 对吧 那么最简单的一段话 概括了 是上市九十年代以来的 这个关于投资理论的新进展 那在我们这一章 初次讲这个 初次讲这个叫做 微观基础 这个微观基础 讲投资这个主题的话呢 我们还不会具体的 接触到这些所谓这个投资 在这个凯恩斯的投资 以后的这些新进展 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和投资相关的一些 这个基本的概念 作为我们之前 所讲过的投资行为的 这样一种扩展 扩展 那我们接下来 所要分析的投资 当然分为三类 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固定投资 然后还有住房投资 还包括这个存货投资 这三类投资呢 基本就构成了 经济学当中 我们在第一章 讲国民收入核算的时候 所定义出来的 那个所谓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投资 对吧 那么这里我们稍微 界定清楚一点 企业的固定投资 是指的什么呢 就是企业购买 用于生产的机器设备 以及建筑物的 这样一些活动 这样一些活动 对吧 然后企业在生产服务当中 所使用到的 这个基地设备和建筑物呢 它构成了企业固定投资 这个存量 固定投资存量 比如说我们上一章 讲经济增长 使用到生产行证当中 提到那个资本存量 大概就这个意义上 这个意义上 对吧 这个称为资本存量 而这资本存量 在一定时期 或者说在每一个时间点上 它会发生变动 这个变动 这个变动的 就是企业在一定时期 所追加的这个资本存量 这就是所谓 我们就这一章 要讨论的这个投资 那么新固定投资模型 一个典型特等是什么呢 它把企业的这种生产智能 和投资智能是分开的 换句话说 它区分这个生产企业 和租赁企业 我们说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企业总是就有这两个其能的 它既有生产智能 它同时呢 它比如说 它又要这个 自己要进行这个 叫做投资行为 就是追加这个资本存量 追加资本存量 但现在我们讨论的 一种简化方法是什么呢 遵循这种新固定投资模型的思路 我们把生产企业的职能 和租赁企业的职能 分择开来 换句话说 生产只是从事生产 决定自己的最优资本存量 而租赁企业呢 生产企业所使用的资本 是从这个资本租赁企业 这里租用来的 那么它就付给这个租赁企业 租赁企业这个资本租金价格 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两个职能区分开来 今晚在限制当中 企业可能是这两种职能的 一个综合体 把我们的去门开来 有变于我们的讨论 有变于我们的讨论 那么对于生产企业而言 我们看自由资本存量 是如何决定的呢 如何决定的呢 那么这个说起来也很简单 企业的自由资本存量呢 它应该是使得 实际使用的资本量的 这个边际成本 恰好等于一个资本的 边际收益的时候 所决定出来的全部投资量 全部投资量 换句话说 就是满着这个条件 NPK 资本的边际产品 是等于这个R除以这个P的 P是指的 这个你生产出来的 这个边际 就是产品的这个价格 R是指的 这个资本的租金价格 租金价格 所以这就是实际的 这个租赁价格 对吧 从租赁上来看 我们说 我们说你看 这两个像右下方倾斜的 这个 右下方倾斜的 这个曲线 我们把它叫资本的边际 从一起去 对吧 正好我们上一张讲 那个新规定生产函数 具有同等 就具有相同的这个性质 对吧 所以资本存量的增加 然后呢 资本的边际产品 是不断下降的 所以资本存量的增加 资本的边际产品 是不断下降的 那么这里我们表现为 它的这个边际收益 在不断的这个下降 不断的下降 我们说这个 刚才我们已经把 这个生产职能 和这个租赁职能 这两个职能 跟它分额开来了 那么这个 这个生产人企业 它所租的这个资本 所面临的这个租赁价格 是固定在这里了 也就是这个RI比上P 对吧 它是从资本租赁企业 那里租赁资本 所以它面临的价格 这是给定的 那么这个的焦点 这个焦点就决定出来 这个资本存量 就是生产性企业的 最有资本存量 最有资本存量 对吧 那么这个边际收益 就是生产性企业 在这个意义上 所使用的那个边际 一单位的资本存量 所能够带来的这个好处 而这个价格呢 是固定的 就是它使用这一单位的资本 所必须支付的这个成本 如果正要找相本的时候 决定出来资本存量 是最优的 是最优的 这就是所谓 这就是所谓的 这个叫做 最有资本存量决定 对生产企业而言 这个不过是 我们的经济学里面 多次讲到的 在VG经济学里面 讲生产论 然后讲厂商行为的时候 多次讲到的 编辑收益 等于编辑成本 现在只能够把这个原理 应用到我们说 这个资本的这个雇佣上 资本的这个雇佣上 对吧 这是我们所谓 刚刚我们说 对生产生企业而言 它面临的是 这个租资金企业 租给它的这个固定的 资本的租资金价格 那么这个资本的租资金价格 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对吧 这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一个问题 资本的租资金价格 就像我们讨论 任何一种普通的商品一样 它是由这个资本市场上 资本这种商品的这个供求 共同来决定的 一般来我们认为 在某一个时点上 资本的这个 可以供给的数量 是相对而言固定的 相对而言固定的 那么资本的租资金价格 一定是由资本的这个需求 资本的这个需求取卷 以供给取卷的焦点 所决定出来的 而资本的需求取卷是什么呢 恰好和我们刚才讲 这个生产企业的 最后资本存量 所描述的 所描述的 这资本比资首席取卷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吧 这条据也是要任何方倾斜的 任何方倾斜的 对吧 换句话说 我们描述这条曲线的时候 我角度和刚才讲 它作为资本编程首席取卷的角度 稍微有点不一样 但是同一条曲线 就是什么呢 你看当这个资本品的这个价格 如果越低的时候 对吧 越低的时候 它需求的数量就越大 为什么价格越低的时候 它的需求数量就越大呢 因为这个价格越低 就意味着 就意味着 它从这个资本 就雇用于单位资本的时候 能够获得的好处 MPK 就资本的编定产品 就要来看呢 它的这个 这个好处就更多嘛 好处就更多 所以这个价格越低 它愿意雇用的这个资本的数量 也就越多 也就越多 然后刚才逻辑是一致的 所以稍微角度有点差异 对吧 这是从资本编程收益的角度 然后这是从资本需求的这个角度 那么它保持相同的这个形状 那么这个 相应的下方倾斜的资本需求曲线 和这个垂直的资本供给曲线 所决定出来的 这个中国商量的这值 就所谓资本的这个逐临价格 资本逐临价格 对吧 这是刚才我们提出来的 对吧 自由资本存量 自由资本存量 它是通过这个 NPK等于R除商P来决定 而资本的租资价格呢 就是由资本市场上的资本的供求双方 共同来决定的 这是我们讨论的这个生产企业 刚刚我们说对于企业而言 可能还有另外一种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 就所谓的租资企业 它所从事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它通过这个把资本出租给 出租给的生产企业来获得这个收入 然后它出租的这个价格 出租价格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收益了 实际上也就是它的这个叫做租资价格 刚才我们已经继承这个资本的租资价格 比上这个产品价格了 对吧 这是实际的这个租资价格 那么我们说这是它的这个收益 但是它的成本是什么呢 作为一个这个资本租资企业 它的这个收益 我们说是资本的这个实际的租资价格 那么它的这个成本的这件事情比较复杂 我们一般的爷爷呢 你在红尼联学的讨论的时候 看到大概成本有三个部分组成 一个涉及到这个利息成本 一个涉及到这个价格波动成本 一个涉及到资本折旧 资本折旧 对吧 或者的话你要运作 你要运作像这个叫做资本租资企业 对吧 那么你把你的这个资金 如果投入到购买资本品 然后出租给这个生产型企业呢 那么你这一部分资金呢 就损失了 你把它比如说存在这种 银行里面所能够获得这个利息 对吧 所以这一部分利息成本 会构成你这个运营 这个资本租资企业的一个成本 这些成本 对吧 然后你资本租资企业给生产企业之后 在它使用过程当中还会有折旧 对吧 所以你自然也会面临所谓的资本折旧成本 然后还有一项是什么 是价格波动 对吧 你把你的资金编成这个资本品之后呢 资本品在一定时间 它的价格会波动 会波动 对吧 那么这个价格的这个涨落 它也会给你 带来一定程度上的这个损失或者收益 那么这个也可以看成是 资本的这个租资企业运工程当中所面临的这个成本 这个成本 对吧 比如说呢 这个变量就表示的是这个叫做预期通货膨胀率 你要预期在这一段时期内 你资本租资企出去这段时期内 你的价格到底是上涨还是这个下降啊 它决定了你的这个收益 这I表是什么呢 民意利率 然后Delta就是指挥折旧率 这是资本品的这个价格 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I减去 预期通货膨胀率 民意利率就是通货膨胀率 继承这个实际利率 对吧 那么这个资本的成本也可以简单继承这个样子 对吧 那么所谓资本租资企业 他在考虑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的时候 他所面临的成本就可以形成这个形式 以后包含我们所说的 折旧 价格波动 以及这个利息三个部分 而他的这个收益呢 就是他所谓在由资本的这个市场的供求所决定出来的 就刚刚上一辆PPT我们所讲的 所讲的这个所谓资本的实际租资企价格 这是关于这个企业的 就是关于这个资本租资企业的一个基本特征 然后第二个 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这个企业的生产职能 和企业的这个叫做资本租资企业 这两个问题相关的 有一个所谓的叫做最优资本成量的动态调整 动态调整 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一个东西 介绍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它背后的推导我们并没有谈 并没有谈 比如说这种最优资本成量调整公司 它的这个背后的经济学来由 并没有说这件事情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刚才我们说生产企业 它有一个最优的资本存量规模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它是使得自己的资本的便利产品 恰好等于资本的实际注定价格的时候 所决定出来的那个资本存量 叫做最优资本存量 那么如果你一个企业在实际过程当中 在某一个时点上 你的资本存量不是那个最优资本存量 那么就意味着你要进行调整 那么该如何进行调整呢 这就是我们这个小问题里面要说的这个事情 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说企业它不会这个迅速的 就直接调整到最优的这个资本存量水平 而是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它是逐渐调整的 比如说逐期或者逐年调整 逐渐调整 当然你会问为什么 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我们所谓讨论投资理论里面 也要比较多的这种细节问题 可能需要这种高级红红结许里面的一些细节 才会讨论到 对吧 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通常的答案是 就是说你 其实调整你的资本存量的话呢 换句话来进行投资的话呢 是要面临调整成本的 你希望调整的越快 你希望调整的规模越大 你面临调整成本可能越高 对吧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我们所看到企业的这种资本存量调整 总是逐步的 逐步的 所以比如说 假设你最后资本存量是K星 你上一期的资本存量 可能是K的这个负一 我们继承 之后的之间有差异 那么你就在上一期的资本存量技术上 然后做这样一个调整 其中Lambda可能是这个 0到1之间的这样一个调整参数 对吧 那么你按照这样的调整公式呢 你的这个企业的资本存量规模 就会逐渐的趋均匀这个K星 但它不是瞬间达到的 不是说在很短时间 它一次性的达到的 它逐渐达到的 就达到的 当然像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里我们只是讲这种 所谓叫做最后资本存量调整的一个公式 并没有讲它背后的这个由来 对吧 如果你进一步学习 这种高级的投资的人的话 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公式 实际上来自于一个标准的 新固点投资模型 你把投资看成一种跨期选择的话 可以直接推导出来这个公式 对吧 但这里我们只是这样给大家指出来 指出来并没有推导它 并没有推导它 那么这样就是我们讲完了 所谓的叫做企业的固定投资 这样一种 在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的这样一种 第一种主体 第二种主体 接下来我们讲一下这个住房投资 对吧 住房和大家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密切相关 我们所谓住房投资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的个人为自己居住啊 或者出租而购买的新租房 所进行的这个投资 对吧 当然要买房这个目的呢 我们说经济学意义上 比如大致分为这种三种 可能是为了自住 也可能是为了这个出租收取租金 也可能本身就是为了投机 是吧 投资可能根据这个房市的掌舵 来赚起利润 来赚起利润 对吧 可能就通常就是从经济学意义上 有这样三种目的吧 这种投资不管是有什么目的吧 反正我们这里分析 我们分析的住房投资 就指的你为了自己居住啊 或者其他目的 要购买新租房所进行的这个投资 那么经济学意义上 我们说的住房投资 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征呢 我们这里所使用的这个方法 或者说模型 我们被叫做存量均衡 以流动供给模型 用供给模型 它这个模型 所背后蕴含的经济学原理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会认为 这个住房的存量市场 决定了均衡的住房价格 因为相对于这个住房的存量市场而言 住房的流量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这样每年 可能每个月都在不断这个增加 但相对于存量而言 住房的流量是很少的 是很少的 对吧 相对于存量而言 住流量可以忽略不计的 所以第二 住房价格呢 就是由存量市场决定的住房价格呢 它又决定了你住房投资的这个流量 就是住房有一个存量市场 存量市场的这个市场的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对吧 然后这个价格影响到每一年 或者每一期的新增住房投资 那么按照这种方法来 分析住房投资的特征的话呢 大概有下面两个步骤 首先我们假定 先有住房的供给不变 对吧 就在每一个十点上 每一个十点上 你可以大致认为 这个市场上的这个住房的供给数量 是固定的 然后呢 我们讨论一下这个需求曲线 然后呢 需求和供给工程决定出来 均衡的这个住房的数量和这个价格 价格 那么只要你这个住房的需求曲线 就发出发生这个移动 然后我们就可以推出这个 所谓住房的投资函数 现在我们通过这两个简单图形 就可以简单的看出来 但这两个简单图形当中 所涉及到的这个需求曲线呢 还需要我们简单的说两句 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这个住房需求曲线呢 我们说在任何一期点上 你把这个供给看成是相对给定的 那么决定这个住房的数量和价格的 这个关键因素 就落脚点到了住房需求曲线上 我们说什么情况下 什么因素会影响到大家的住房需求呢 我们首先当然和人们的财富有关系哦 对吧 一般我们说你财富水平越高的话 可能你这个需求的这个住房数量就越多 面积就越大 对吧 然后可能和你拥有这个住房的真实净收益有关系 就住房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这个好处 你这种住房投资到底值不值得 对吧 当然这个事情呢 和下面这件事情有其他相关了 因为呢 如果你把住房看成一项投资的话 那么日常的经济生活当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投资形式 对吧 那么你和其他形式的真正收益相比较起来 那住房是否值得啊 值得对吧 我们说当然住房除了这个 比如说作为投资这个手段的一些收益之外 它有一些其他的对吧 你有自己的住房 然后呢 你对于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的这个提高 可能是和我们说单纯考虑 这种叫做以什么样的形式的保佑你的财产 来增值这个东西呢 还有一点差别 有点差别对吧 所以第二项我们单独提出了 拥有住房的一些真实的进收益 可能影响到你对于住房的这个需求 然后也同时和其他资产这种进收益对吧 比如说这段时期这个股市啊 债市比较好 可能你之前可能去从房地产市场 可能会转向这个股市 转向这个债市 对吧 所以这三 我们提出三点简单的因素 就决定了我们说一个这个 住房市场上的所谓住房需求曲线 它所具有的形状呢 和大家通常所认识到的这种需求曲线一样 是具有这种相约相反倾斜的这个形状的 具有形状的 然后呢 我们说这个图形当中的 这个重度标是PH比上这个P 对吧 就是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 我们记得PH 然后呢 这个P呢 表示整个经济当中的 这个一般意义上的平均价格水平 平均价格水平 然后呢 这个PH比上P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相对价格 平均价格 我们说这相对价格越低呢 对于住房的需求可能就越大 越大 所以这个需求曲线是右下方倾斜的 刚才我们提到过了 住房的供给呢 在任何一个时点上 它的水平是固定的 所以呢 这两个曲线的焦点就决定了 均衡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市场的这个均衡价格和这个数量 和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这个存量的这个数量 这个数量已经规定下来了 最关键是决定下来了 这个叫做相对价格 相对价格 这是所谓我们分析的第一个存量市场 存量市场 它不管有什么原因 不管有什么原因 然后呢 这个住房的需求发生了这个变化 对吧 这是大家 最近在中国这些年日常生活中 竟然会看到的事情 对吧 有些政策的变化 有些其他因素啊 然后是某一个地方 这个城市也好 某个项目也好 某个地段也好 它被看好 然后那个地区 或者那个国家 或者说那一部分的这个经济 它的这个住房需求就发生变化 那么一旦住房需求发生变化 大家发现 那么这个房地产市场 存量市场的均衡价格 就会发生变化 就会发生变化 对吧 那么这种价格的变化 就会影响到 就会影响到 这个新增住房的这个投资 对吧 比如说 这房地产是这样的上涨了 那么从开发生的角度来说 它就愿意提供更多数量的住房 住房 对吧 所以我们这边画了一条 像右上方倾斜的这种 新增住房的这个投资 也就是在这种新增住房市场上的 这个所谓住房的这个供给曲线 把这两个图形合在一起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 所谓叫做什么呢 叫做这种存量均衡 与流量供给模型 那么我们所要讨论的 第二种主要类型的这个投资 叫做住房投资的 它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呢 就用这个模型可以分析出来 就是什么呢 存量市场 决定均衡价格 价格的变动影响新增 新增住房的这个投资量 对吧 价格越高 那可能你投资 越新增的投资就越高 越高 这就是我们所讲的 第二种类型的这个所谓投资 叫做住房投资 第三种类型投资呢 我们说它的这个波动幅度 也是挺大的 对经济中期也有很重要的这个影响 这里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这个叫做存货投资 存货嘛 就是指你生产出来的商品 没有卖出去的时候 你放在这个仓库里 对吧 存货可以挣可以付 我们简单的提一下 为什么企业愿意持有存货呢 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个叫做保持生产的平稳化 对吧 因为你所谓的市场需求 在不断变化 不断变化 你不能说市场需求 你老是跟着市场需求的这个变化 来调整你这个生产 有时候会影响到流水 确定这个效率啊 然后影响到你这个 比如说整个这个 这个叫生产线的这个布局啊 对吧 一般情况下呢 你只能根据你的生产流水 流水生产线的这个特点 生产一定数额的 使得运转比较平稳的 一定数额的这个产品数量 这个数量呢 可能和市场需求呢 可能有些差异 那么如果多的话 就变成正的这个库存 对吧 如果少的话 如果少的话 那么就有一个负的这个库存 负的库存 我们说从第一个角 第二个角来说 保持生产的平稳化 我们说其实愿意持有这个存货 对吧 第二个我们说避免脱销 和它有一定密切关系 比如说经济繁荣的时期 对吧 这个需求突然看涨 突然看涨 如果你有一定正的数量的存货的话 经营的这效率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的一样当中 比如说 你一段时 你不可能随着随地 需要什么日常生活用品 你去超市买一趟 对吧 一般情况 对日常生活用品 你就买一定数量 一定数量对吧 然后这有一些这种 某种意义上 打个引号 可以叫做规模经济的这种效率 这种效率 这种效率对吧 所以你生产出来的 生产出来的 比如说有点这种批发意义上 这个数量呢 然后一部分 如果没有销售出去的话 作为库存的话 也会提高你这个经营的这个效率 对吧 就像我们刚才我说的 就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比如说我们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对吧 也是相对数量 而不是说随时需要随时去买 这个是缺乏效率的这样一种表现 缺乏效率的表现 那么从生产较来说也是一样的 从生产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一样的 最后一个我们说 所谓再产品是什么意思呢 就有些产品的生产 它自然就要经过做贷号步骤 不是一次成型的 对吧 那么那些中间产品的这些部门 它就不可避免要成为你这个企业的这个库存 对吧 是由这个生产产品的这个特征决定来的 它自然要经过一些中间产品的这个环节 那么中间产品自然就要成为你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库存了 所以这点我们简单的 简单的提一下 为什么企业会有存货投资 这样一种行为 对吧 它的必要性 我们简单的提到这样四点 都是结合大家日常的生活经济都很容易理解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谈了一下 谈了一下所谓这个 我们微观基础里面第二个主题 投资 对吧 然后呢 我们之前花点时间跟你们谈了一下 这个知识坎恩斯的投资理论以来 然后一直到这个上次 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末为止 然后这个投资理论的一些基本的这个进展 然后呢 再结合我们这个学期 这学期在这个经济学里面 在我们这个程度的经济学里面 然后呢 所定义出来 那个经济学意义上的投资 大概所包含的三个主要部分的一些基本特征 对吧 企业的固定投资 然后我们说有什么样的基本特征 然后呢 这个住房投资 然后呢我们从什么存量市场和流量市场 这个角度来谈论它的基本特征 然后第三个 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存货投资的这个特征 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 跟大家介绍的这个 这个基本内容 因为这一章呢 可能是大家选学了 大家有信号的这个内容 所以我们这里讲的很简略 如果你对投资理论感兴趣的话 可能还要进一步参考 这个高级宏观经济学的这个文件 谢谢 我们这一章的最后一个主题是 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 对吧 然后从第一章来讲什么 货币需求是指的人们在投资组合当中 所选择的持有现金呢 或者支票账户等这种 货币形式的资产的这个数量 因为你在投资组合当中 除了货币形式这种资产之外 你还可以以其他形式持有嘛 比如说你可以以财富 以这个叫做债券或者股票 或者其他形式的金融 资产形式持有你这个财富 对吧 那么你为什么要 持有货币这种形式的财富呢 对吧 你持有的多和少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讨论的货币需求的这个概念 对吧 我们说基本来讲啊 货币这种形式的金融财产 这种金融资产呢 有两个最关键的特点 一个是它流动性强 对吧 我们前面讲这个 之前的IOSM某企业的时候 已经谈到过了这个对流动性 这个概念的介绍 对吧 货币我们说流动性偏好嘛 就是它流动性很强 另外一个呢 它的收益低 实际上这个货币的民意收益率就是零了 对吧 没有人会给你所持有的货币 还支付利息的嘛 对吧 所以它的这个较低收益 讲流动性对吧 那我们所谓要 这一章所要谈论的这个货币需求呢 就取决于它如何在流动性和这个 这个叫做 以及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之间 进行权衡的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可以 接下来我们讲两种简单的这个模型呢 但是在讲两个简单的模型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谈一下啊 就关于货币这件事情 我们这里稍微具体化来谈这个货币需求 实际上关于货币 在宏观经济当中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关于货币相应的经济学内容的讨论呢 无外乎就涉及到 这就涉及到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里要谈的货币需求 简单的用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说就是什么 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货币 对吧 刚才我们说不是取决于什么流动性编号 机会成本之间的抉择吗 就为什么我们需要它 需要多还是需要少 这是货币经济学面临的第一个基本问题 实际上在货币经济学这样的主题下呢 以后如果大家有机会进一步学的话 还会知道 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主题 就是货币经济和实际经济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 就是引入货币之后和没有引入货币之前 那个经济 这两个经济的均衡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差别 所以所有的货币经济学的这个内容 在宏文经济学领域里面无外乎两个问题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需要货币 第二个有了货币之后有什么不一样 这里呢我们只是把早言点 在大家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稍微专注于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需要货币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简单的模型 简单的模型来谈一下 经济学怎么从它的这种叫做理论的角度来谈 为什么我们需要货币 需要货币的多少 第一个叫做资产组合理论 资产组合理论呢 它主要强调的是货币的这种价值储藏职能 对吧 以前大家可能中学的时候学过真正经济学 知道货币有一些职能 价值储藏 对吧 交易媒介 然后世界货币 什么机家单位这些的 对吧 那么这个所谓经济学里面所谈的资产组合理论呢 它更多强调的是这个货币的价值储藏功能 那么这个理论认为什么呢 它认为货币需求是取决于 这个货币和家庭持有的各种非货币形式的资产 所提供的风险和收益 进行比较之后所决定出来的 当然也取决于可能你的家庭总财富 我们这里写一个典型形式的货币需求函数 我们用这MD表示货币需求 这个是一般价格水平 所以这一比的话就变成了实际货币需求 这个货币需求有什么决定呢 由这样一个函数来决定 我们这函数符合计成大L 然后里面写了四个关键的边量 RS、RB、PiE和W RS表示什么 股票的收益率 股市的收益率 债市的收益率 债券的收益率 PiE通货膨胀 预期的通货膨胀 上面一个小E W财富水平 所以你所需要的这个货币需求的量的大小和什么呢 和股票和债券的这个收益率的高低有关系 如果股票和债券的这个收益率越高 那么意味着你持有货币 它的免疫收益率是零嘛 它的机会成本就越高 所以你所愿意持有的这个 这个叫做货币的数量可能就越少 负相关于这两个变量的 要通货膨胀 对吧 如果通货膨胀 你预期通货膨胀就越高 那么你持有的货币可能贬值就越厉害 你也更加不愿意持有 对不对 所以它是依赖预期通货膨胀的 它依赖什么 依赖你财富 越有钱的人当然肯定拥有 或需要使用的货币数量 也就越多嘛 和财富有关系 和这个价格水平的变化有关系 和其他金融形式 和其他形式的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也有关系 这就是最标准的一个 表示货币需求的所谓 叫做资产组合理论 资产组合理论 对吧 从这个角度来谈对于货币的这个需求 这是第一种模型 第二个模型呢 这叫做货币需求的交易理论 它强调的是这种货币的交易媒介的这个角色 对吧 它交易媒介的这个角色 然后我们这里讲的是 这种理论方面的一个最最基本的模型 叫做Balmer-Torby模型 Balmer-Torby模型 它分析持有货币的这个成本和收益 然后呢 这里所谓的持有货币的收益是指的什么 就是为了方便交易 就是你使用货币的时候 有时候你在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呢 就比较方便嘛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流动性 它的这个叫做收益 就是方便进行交易 而它的成本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货币这个拿在手上 没有存在银行 你就面临了一些利息损失 对吧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 利息损失 那么这个所谓Balmer-Torby模型 就在这种叫做货币的收益 和货币成本之间 如何进行一个最优的抉择 对吧 这个事情很容易说 对吧 我们首先假定 首先假定啊 比如说你在一年当中 你要使用到的货币数量 我们继承这个Y 这个Y 你有各种办法 第一种办法很简单 你在年初的时候 就把这个Y取出来 拿在手上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一个单位的时间 一年时候就用完了 那么平均而言 你在这一年当中 平均而言 对吧 你所持有的货币数量 就是二分之一的Y 二分之一的Y 对吧 你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方式 对吧 你整个一年当中 所需要使用的这个货币量 是Y的话 你在年初的时候 取二分之数量的这个Y 然后到年中的时候 就过了一半的时候 用完了 你再取二分之万 二分之万 对吧 然后到年底的时候 正好把这个Y数量的货币 就用完了 那么如果采取这种方式的话呢 你在这一年的时间当中 你所拥有的平均的货币量 货币量是四分之万 对吧 就是去两次银行 你说平均持有的货币量 刚才是去一次 那么从这个逻辑 你不断推展下去 如果去银行是N次 对吧 第一次取N分之万 对吧 到了这个时间的N分之一 这样第一个间隔到了的时候 你再去取N分之万 对吧 那么这样你用一年时间内呢 你就去了银行N次 去了银行N次 那么在整个一年时间内 你所拥有的平均的 对吧 你所手上持有的这个货币数量呢 就是Y除以二N 除以二N 对吧 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构造 你看我们怎么来分析 最优的货币持有啊 那么在这种场景之下 你所持有的货币总成本 有两个部分构成 第一个你放弃的利息 第二个是银行的成本 对吧 我们先讲这个简单的 去银行的成本 那么我们假设每次的这个成本 是固定的基层F 如果你去了N次的话 那么去银行的成本就是NF 对吧 也有一些你在教材上 或者一些这种文章上 你看到所谓的鞋底成本 就和这里这事情有关系 对吧 你每次跑银行的话 你鞋子还有磨损的 这有成本的 有时候鞋底成本 和这事情有关系啊 现在我们把这事情说的比较简单 每次去银行的成本 是固定的F 你去N次 那么这个成本就是F乘上N 利息成本是什么呢 我们说它和你去银行的数字有关系 刚才我们说了 如果你去N次的话 那么一年当中 你平均持有的 就放在手上 没有存在银行里的 那个货币数量多少呢 是Y除以2N 假设实际利率是R的话 那么R乘上这个Y除以2N 你平均持有的货币数量 就是你由于 把这个数量的货币持有在手上 而损失的利息成本 那么这就是你持有货币的总成本 利息成本加上去银行的成本 对吧 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函数 在图形上画出来 对吧 重座标是成本 重座标是这个去银行的这个次数 我们发现呢 你看利息成本 是像优效法清洗的这样一条曲线 而这个银行的成本呢 是这个 是这个叫做 具有这样一个固定协率 F的这样一个直线 直线 现在我们的总成本是什么呢 总成本是把这两项相加 那么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最优的 去银行的次数 最优的去银行的这个次数 对吧 这图形上画的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结构 具体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对吧 刚我们说总成本不就这个函数吗 RY除以2N加上FN 这里面你要选择的最优的是 这个去银行的这个次数 那么你就把这样一个函数 关于N求一个一阶岛 然后算出那个最优的N 对吧 这很简单的 对吧 你把这个函数关于N求一个一阶岛 前面这个看成固定的系数 RY 这个N分之一 对吧 N分之一关于N求一个 这个一阶片岛的话 得到负的N平方分之一 对吧 这个关于N求一个一阶片岛的话 就得到前面的系数F 对吧 另这个一阶岛等于0 就算出来最优的N 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最标准的就是算这个 一远函数的这个极值的问题 得到什么 RY除上2F Y乘上2F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最优的 这个算出来去银行的这个次数 这个次数 然后呢 这个 这个带到刚才我们说的 这个平均持有的 货币数量的公式当中 带到这个地方 Y除以2N嘛 是你去银行N次 然后一年当中你说 平均持有的货币数量 把这个N的表示在这里来 就得到这个著名的 平方根公式 就是你平均持有的货币数量 平均持有货币数量 是什么呢 和你这个 要说是一年当中 所要使用的这个货币量 是正相关的 没问题 对吧 和这个去银行的成本 是正相关的 对吧 如果去银行的这个成本 每一次的成本都比较高 可能你愿意 手上持有的数量就越大了 不愿意跑银行了吗 因为成本跑 对吧 和利率负相关 对吧 利率越高 就意味着你持有货币的 机会成本就越大 那么你愿意保留在手上 的这个数量也就越少 对吧 和你规模 你说使用的货币规模 正相关 和去银行的成本正相关 和利率负相关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谓 从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的 这个角色所建设的 最简单的所谓 Balmore Tobin模型 他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 很有名的这个叫平方根公式 讲完这个主题之后 最后我们来看两个简单的 这个例题 第一个例题很有意思的 这个 看大家这个概念清不清楚 表面上好像看和我们这里讲的 这个微观基础不是关系很大 对吧 但是可以用高 刚才我们所说的 注明的平方根公式 现在我们提问的原题是什么 预期明年的增长率 经济增长率是8% 然后呢 由于准备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市场利益呢 它会从4%降到2% 市场利益要下降 然后呢 预计的增长率是8% 然后现在就提示你了 根据平方根公式 它们明年的货币公计 应该增加多少 表面上好像还没有直接 和我们前面两个主题有关系 但是呢 和我们这个平方根公式的 这个应用是有关系的 我们来看一下 根据平方根公式 就这个是 你所持有的货币数量 正相关于这个Y 负相关于这个F 然后呢 正相关于F 然后负相关于这个R 对吧 这个描述了 人们对货币的需求 与收入的平方根 成正比 刚才说了 以利益利益利 平方根成反比 然后和F也是成正比 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 我们要求这个货币需求 关于这个Y的导数 然后呢 进一步计算出来 这个所谓的 这个货币需求 货币需求的这个收入弹性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算这个收入变化 1%的时候 这货币需求 能够变化多少 你通过这个公式 就可以简单的算出来 比如说得到结果是1 2 这个大家可以 相近简单的计算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了 得到这个结果了 就是什么 这收入变化1%的时候 然后呢 这货币需求变化 百分之 收入变化这个 就是收入变化1%的时候 这个货币需求变化 1 2 就是0.5% 0.5% 对吧 2 0.5% 那我前面得到 这个题目的条件是什么呢 GDP增长8% 对吧 就收入增长8% 那我们知道货币需求 一定是什么呢 增加4% 是它的一半 这是第一部分啊 然后呢 如果我们考虑平方公式 比如说关于利率 这个导数 然后算出这个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的话 大家可以进行简单计算 得到的是负二分之一 这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当利率下降2%的时候 这货币需求要增加1% 对吧 那么等下看 这要倒回去看这个题 对吧 利率降2% GDP收入增长8% 你把这两件事情合在一起 利率降2%的话 会造成货币需求增加1% 刚才GDP增长8%的时候 会造成货币需求增加4%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明年的货币供给 应该增加的是什么 就是1% 4% 加上1% 就好像是5% 对吧 所以这个题表面上好像 它如果不提示你用这个平方公式的话 好像还看不出来 和我们这里讲的主题 有什么密切的关系 但是这里给你一个很重要的提示 你就知道 从这里出发 我们来看出来 收入的变化 如何影响到货币需求 然后利率的变化 如何影响到货币需求 然后就构成了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出得很好的 第二个题 我们再简单来看一下 第二个题是要减述 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 相对收入消费理论 然后关于短期消费 函恩斯和常用消费的主张 然后这个理论是如何区别于 我们前面关于函恩斯这个名字的 所谓绝对收入消费理论 这个就直接我们 结合我们讲的这一章的 关于消费当中的 注成背底相对收入 消费理论 以及原来我们所知道的 凯恩斯 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就可以了 我们说绝对消费理论 是由凯恩斯提出的 他认为消费是取决当期收入水平的 然后收入和消费之间的 一条心理规定是什么 所以收入的增加 消费也可以增加 但是增加的不多 增加的没有 收入增加的多 这就是边际消费倾向 是小于1的 然后我们说这个经验 在现实当中有一些不稳合 之前我们讲消费这主题的时候 也提到过了 你做实证的时候 可能这截面数据 和这个时间训练会有差异 那消费收入消费理论 我们前面也讲到过了 是这个杜森贝里提出来的 他认为什么呢 他认为这个消费 并不取决于先期绝对收入 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 相对收入是指的什么呢 相对其他人的收入水平 和相对本利率上 最高的收入水平 那么就造成了收入 有这种 消费有这个长期和短期之分 短期之分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第一点他说的是 这个消费有习惯性 就是某期的消费 不仅由当期收入影响 还受到过去所达到的 最高收入和最高消费水平的影响 就像我们在讲这一张 消费者主题的时候 谈到过那个样子 他具有不可逆性 就是我们提到过的 极能效应 就是我前面强调过这句话 有减入奢益 有收入减难 消费上去了 要降下来不太容易 降下来不太容易 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示范效应 对吧 那么你消费也不取决于绝对收入 而取决于同别人相比的相对收入 消费是一个相对的事情 它不一定是由你的绝对收入水平决定的 而是看你周围的人 他们的消费达到你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那么你有一种示范 有一种攀比的这种心理 然后你也希望达到那样一个水平 所以这所谓消费理论里面的 所谓示范效应 那么你对比这两种 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话 你就会发现 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 它是没有短期和长期的这种差别的 差别的 而在这个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里面有短期和长期的差别 短期的消费函数具有一个正拮据的这个曲线 对吧 它的存在是由于我们前面说的这种叫做急轮效应 或者这种攀比的这种叫做示范效应 示范效应 而这个意义上的长期消费函数呢 它是从原点出发的 对吧 短期只有正的这个结局 那么这就是我们简单的比较了一下 看是绝对收入的消费理论和这个 杜生碑里的相对收入消费理论之间的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 这个杜生碑里的这个收入消费理论的这个内容呢 和我们在第13章 讲最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时候 提到过来看 消费理论就结合在一起了 结合在一起了 那么这就是 讲完这个题之后呢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一章的这个内容 这一章的内容